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東西印得多 那舊式印刷機大家見過沒有? 電子化之後 活版印刷、柯式印刷雖然被淘汰 但香港還有三十間印刷店用著這些技術 而這間店鋪還保留了三部舊式印刷機 機靈分分鐘達過我和你 這個問題很多人都這樣問 找到精神寄託 因為這些機器不做是沒用的 只要把它當爛鐵來賣 浪費了它 而想我做可以的 我真的不想退休 退休就是去做公園 經常聽到的執字粒就是這塊板 機器正在幫單印號碼 這部數字機每印刷一次 就會自動跳到下一個數字 方便大量印刷 這個電話 都會掉下來了 同時都要用到鐵片 刮打拆出完整的毛板 店鋪雖然看起來還有大量紙粒 但實際上不足以應付訂單的需要 因為紙粒是消耗品 使用頻率越高損耗得越快 加上活版印刷色微 已經沒有生產紙粒的地方 每補燒一粒就會少一個字 取而代之就是可惜印刷 做的醜 也是 那些人就是找電腦打了幾粒 來塗唇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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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初一是印刷用的妙唇 之後再用這部機晒出這塊毛板 毛板會將字樣印在飾板上 雖然舊式印刷工序繁複人工成本高 但印出來之後有特別的粒突觸感 跟現在的印刷紙品不同 想了解更多活版模式印刷 或其他本港傳統手工藝的話 可以參加WeStore不定期舉辦的導覽團或工作坊 其實生命工廠是一個非謀理機構 我們就在油尖旺區開始一些扶貧服務 後來我的同事發現市區更新的情況 都很快速地出現 看著身邊一些舊舖慢慢消失 我的同事就開始想一些計劃 然後申請資助去做一些展覽、出版 或是一些活動的工作坊 令公眾關注一些老店和珍貴的手藝 同時亦都想老店的店主 可以將他們的技藝繼續成全 社福機構有兩種 一種就是由政府長期資助 我們就沒有的 我們就要逐個項目去拿資助 2013年我們就申請了一個市區更新基金 我們那時的活動名就是Restore Restore就是那時開始的 我們就做一些跟老店手藝 以及設計新產品有關 所以那件事就由我們創新的產品出現 那時亦有工作坊 以及社企零售這個項目出現 阿青說工作坊裡面 手寫小巴牌和手雕麻雀最受歡迎 不知蘇博雄師傅 當初怎樣開始教工作坊呢 她都認識我妹妹之女 大家交流之後 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做工作坊 或者宣傳舊東西 那個時候我又差不多要退休了 沒什麼所謂 有時間多 大家玩一下吧 剛剛師傅說要水平高一些 還有要很大力 如果懂得用力的 就應該不是很大力的 但你不懂得用那些音力 就會標準是不動的 我真的有用力的 我兩隻手都有用力 有少少 閉上來我懶惰 不知鏡頭多少錢 我真的覺得今天我都是 挑不到我怎麼辦 我還打算挑個家人工 我的工字最底的那條筆 我只是懶惰 但我連一半都去不到 慢慢呢 這樣而已 我們三年而已 你三個工都沒有 又說得很適合 我打算叫師傅幫我 跳完之後我就上色 我發現師傅跳得很漂亮 戴個字就… 師傅說這些上色的油 其實是什麼 是普通的手數漆 不過我們後期就是 加天那水溝氣了 但是如果想人色 是否要跟著字的節省 不需要 一定要油全出界 不要緊 我們後期有工具 是產了一些多餘的油 我的家人工 師傅完全將我的家人工 升值了很多 是為了一個工具那裡 本身有少少 你那裡都… 有少少我撿不回來 你都挑了好心 我有用力 對…所以很深 我學師那時 師傅會起一個帽子給我 我印著就跟著他來跳 也是跟著師傅 大同小異 會有少少的 還有可能那些高低位會不同 所以學師傅 一定初初挑戒沒有這麼漂亮 是日子有工 挑了幾年之後就OK 一般正常理計都要兩三年 一般是兩半至三個小時左右 挑一副麻將 如果你挑不到這個速度 以那時理計就找不到色 所以一定要快 但你說他會不會教人 當然不是一開始就懂 因為其實他沒有收徒弟 他不像一些老式的師傅 有收徒弟 我們就慢慢想一下 究竟一個課堂裡面 我們要做些什麼 然後再慢慢仔細地去想一些示範 或者一些同學可以掌握到的一些刀法 我記得在一零年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做義工 那時有一間叫老實公司 朱爾繩的店鋪 就要結業 那時我們就發現 其實這些店鋪裡面 你看進去可能不知道它埋甚麼 比如剛才說朱爾繩 就是一些假的金色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師傅會做的 師傅沒有了 店鋪沒有了 整個手藝就會消失 我們就一直在一零年開始 就一直遇到很多不同的店鋪 都有這樣的情況 那麼我們就直到一三年 我們發現 其實整個社會 都很多人想學一些手藝 那我們就由那個方向開始去想 我們最初覺得 其實有人先學了 沒有辦法想得那麼長遠 因為師傅的年紀 總會有限 在他們還可以做到這個手藝的時候 就先找一些年輕人去學習 可能年輕人突然不會變了師傅 可能都要十數年的磨練 才會變成一個比較掌握到這個手藝的人 但是說不定有一天他們會成功 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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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